来外地参加朋友婚礼 错把我和伴娘安排在一间房 结果 没事不用了 我俩一屋就行 你还不睡觉啊 我不困你现在 你就是当伴娘 走那么早啊 两三点就走 对两三点就得去化妆了 我就习惯了当好几回伴娘了 他们都说当好几回伴娘嫁出去 能吗你条件这么好 是吗 我感觉都是谬论 都是属于是奉剑迷信了有点 那你当时又被伴郎了 我没当过伴郎 这是第一回啊 第一 这回我也不是伴郎了 你不是伴郎吗 我不是伴郎 我就是朋友过来参加婚礼 那你不是伴郎的话 你更不容易早起了 你七八点钟起来 你再到会场就行了吗 对 理论上是这样 那你赶紧睡觉啊 你隔着我熬着干啥啊 睡觉 这个 我不困 主要是不是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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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主要是不困 你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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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别别别当回事没事 没事你去睡吧 嗯 两三点 陪你陪你待一会吧 我就也不困 真不困 我还是干啥呀 没事 坐会就行 我也坐会 这都坐会呢 你这房开都开了 咱俩都坐着 是挺浪费的 嗯 我我待一会 没事 你躺着也行 没啥 挺安全 挺安全 嗯 是这个这块 作为这个 治安啥的 我都比较信任 我都比较信任